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连任之路 对上了民进党的吴一农 强势挑战 两个人的民调逐渐拉近 今天吴一农在前行任务长 游锡坤的陪同之下 在选区内的滨江市场扫街败票 民众也送上了萝卜凤梨 抢着要跟他合照 而人气也很旺的蒋万安 则是跟太太一起到选会登记 也透露出现在的选情 非常的紧绷 他必须要加紧脚步站路口 晚上还要追垃圾车 这跟你年轻时候的人气比起来 他比较高 人气高的吴一农 就连帮忙辅选的游锡坤 也甘拜下风 吴一农 动算 吴一农 动算 谢谢 又是送上凤梨 又是萝卜 吴一农横扫市场 婆妈为之疯狂 北市立委第三选区激战 民进党要拼逆转胜 大家知道这里 这个蓝大余力 但是经过他的努力 目前已经渐渐 可以说旗鼓相当 这个选战 我们情势越来越好 大家看得出来 台北市中山中山区的支持度 越来越高 吴一农强势挑战 和蒋万安两人的高颜值 又被拿来比较 昨天有朋友问我 是吴一农帅还是蒋万安帅 我说我们帅就让给蒋万安 立委让一农来当 我讲过其实他很帅 那我很多周遭的朋友都说 他的确很帅 比帅度两人都很谦虚 但话风一转 日前蒋万安造势场合 吴一农的家务事 却被对手做文章 吴一农要蒋万安说清楚 对我的家族 对我的家人 说三道四 做了许多的指控 那我在这边 非常严肃的 要跟蒋委员请教 这个是不是蒋委员的意思 我的家族绝对经得起检验 我的家人 绝对经得起考验 那我希望蒋委员以及他身边的 身边的同仁可以适可而止 万安一直以来 一路走来坚持正面的选举 四年前如此 这一次也不例外 新兵来势汹汹 蒋万安只能被动回应 选战倒数计时 双方民调差距缩小 争取连连连的蒋万安 打算追垃圾车抢票 说什么也不敢大意 记者与李明嘉台北参照